桃园县有一户灵性人家 夫妻两个人最近都被确诊是罹患的癌症 虽然政府每个月补助他们一家一万多元 但是连付房租都不够 群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独小的长子最近想看报纸照工作来贴补家用 儿子的董事贴心也让灵性夫妇感动落泪 附近居民的热心只能暂时解决这个家吃的问题 住在桃园灵性一家六口经济本来就不宽裕 雪上加霜的是灵性夫妻两人竟然先后被检测出罹患癌症 第一本生是乳癌然后现在是肺啊 最近才检查出来看到小孩子那么小我真的很小 父母的辛苦家里的长子 葳葳不只看在眼里今年才要生小六的她 居然向父母提议要打工贴补家用 妈妈爸爸身体都不怎么好 而且没有什么钱可以看病 所以我才想打工去帮忙赚钱 然后给他们看病 想看报纸找工作 儿子的贴心让灵性夫妻好感动 但却又很不舍 家庭现在完全没有收入 光靠政府每个月一万多元的补贴 叫房租都不够 灵性一家人的生计现在急需各界援助